在鹿兒多南九州市這邊 因為其水質出眾 所以很多景點都是以水聞名 今天自駕游的第一站 我們就來到村邊的水源神社 感受一下這裡的名水 泉水屬於地下湧泉 在過去當地人都會拿來做生活用水 直到現在 依然有人特意過來這裡取水 看著閃閃的流水 感覺真的非常治癒 離開水源神社大概三分鐘的車程 來到清水岩木公園 公園位於萬之賴村的常人 裡面有小溪 河流和大片的草坪 而山上就遍佈著墨林 就好像一個小型的賤生態公園 一進來就可以感受到大賤的氣息 非常之舒服 很多人都會選擇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來欣賞櫻花和楓葉 而我就覺得 在閒時過來欣賞美景 也是一種不錯的放鬆方式 公園裡面有座地標性的建築 英之屋形 整體沿著池邊而見 屋頂有標誌性的鳳凰雕塑 和京都的銀角紙一樣 簡樸而不失美感 現時裡面一樓是甜品店 二樓就是介紹全國磨液佛的展示空間 因為岩木公園這裡 這裡同時也是文明傳國的佛教遺跡 清水磨崖佛像群的所在地 在巨大的斷崖上 刻有兩百多個和佛教有關的雕像 據說是廉仓時期 真類為了封印某些不吉利的前兆而刻畫 看上去非常之震撼 最後我帶大家去到當地知名的公路業站 村邊安康之鄉 渡之翼 補充一下旅途上的物資 這裡每日早上都有新鮮現摘的蔬菜和水果 麥美嘉年 正如我開頭所說 這邊的水質相當出眾 連出品的豆腐都是一流 無成人豆腐也是店裡最受歡迎的產品 一推出就被搶購一空 我就來此一步 如果你都想試的話 記得早點來買